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心里愁烦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 就叫了她大儿子以嫂来 说 我儿 以嫂说 我在这里 她说 我如今老了 不知道哪一天死 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建南河宫 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 拿来给我吃 使我在为死之先给你祝福 以撒对她儿子以嫂说话 历百家也听见了 以嫂往田野去打猎 要得野味带来 历百家就对她儿子雅各说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嫂说 你去把野兽带来 做成美味给我吃 我好在为死之先 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现在我儿 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 听从我的话 你到羊群里去 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 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 给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 使他在为死之先给你祝福 雅各对她母亲历百家说 我哥哥以嫂浑身是有毛的 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 必以我为欺哄人的 我就招咒诅 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 你招的咒诅 归到我身上 你只管听我的话 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 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 做成美味 历百家又把家里所存 大儿子姨嫂上好的衣服 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景象的光滑处 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 说 我父亲 他说 我在这里 我儿 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 我是你的长子伊嫂 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 请起来坐着 吃我的野味 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 我儿 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他说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以撒对雅各说 我儿 你近前来 我摸摸你 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伊嫂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伊撒 伊撒摸着他 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 手却是伊嫂的手 伊撒就变不出他来 因为他手上有毛 像他哥哥伊嫂的手一样 就给他祝福 又说 你真是我儿子伊嫂吗 他说 我是 伊撒说 你递给我 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 给你祝福 雅各就递给他 他便吃了 又拿酒给他 他也喝了 他父亲伊撒对他说 我儿 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伊撒年老的时候 他开始眼睛红花 其实他不单单是在 肉体上的眼睛红花 在他鼠林的上面 伊撒也有迷糊的时候 当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神已经告诉利白家 将来有一天大的 要服侍小的 但是伊撒也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只是按照当时的传统 把长者的名分 给伊撒 其实上帝早就已经 在这里定好了 伊撒与雅各的未来 在上帝的预定当中 但是伊撒没有管这些 接下来 这个家庭就上演了 很多的矛盾 利白家知道 上帝拣选了雅各 上帝也说了 大的要服侍小的 利白家非常的清楚 神的旨意是什么 因此这个时候 利白家就让雅各 用欺骗的方式 得到伊撒的祝福 当然 欺骗的方式是不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雅各与利白家 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 被发现的危险 并且可能会招来 咒诅的情况下 但是他们为了得到 上帝的祝福 看中长子的名分 不但是长子的名分 他们也得到长子的 这个位分的 下面的祝福 我们看到前面 雅各用红豆汤 得到了长子的名分 在这里雅各 他用了欺骗的方式 是非常的错误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利白家在这里 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却用了这样的方式 虽然方式不对 但是 利白家和雅各 他们对神的那份心 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雅各 是一个非常看中上帝的人 雅各看中的 不是外界的祝福 因为雅各 透过这次事件以后 不但没有得到 肉体上的祝福 反而 经历了逃亡的人生 可见雅各 他所追求的是 属天的祝福 雅各的意思 原文就是抓的意思 每次雅各 对上帝的祝福 都是紧抓不放的 因为他看中神 因此他也看中 神手中的祝福 我们看到利白家 他非常清楚 神的旨意以后 他甘愿冒险 也要得到祝福的祷告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也是需要有冒险精神 当然我们要避免 用错误的方式 我们却要选择 爱主的那种精神 追求属天的祝福 为主去冒险 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 格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保罗说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貌似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周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童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保罗为福音的缘故 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甘愿冒各种各样的危险 并且他也相信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虽然雅各的生命 在这个阶段 的确是很软弱 也非常不成熟 但是因着 他那种 为属天的那种 祝福而冒险的精神 在被祝福的时候 以撒说 他身上有心香之气 并且以撒的祝福 使他成为弟兄之手 其实我们的生命 也是非常软弱的 最开始也是不完全的 但是上帝特别看重 我们对他那份态度 因着我们对上帝那份态度 我们看到 以扫 与雅各的人生 诡计是完全不同的 雅各宁可冒死 冒风险 冒各种危险 也要得到长者的名分 而以扫 却喂了一碗红豆汤 放弃了自己的味分 这两种态度说明了 他们对上帝的态度 实在是区别很大 今天的经文 也是让我们学习几个方面 第一 我们要清楚神给我们的旨意 是什么 当我们清楚神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还有冒险精神的这种生命 去实践神的旨意 并且也相信神一定会成就 并且我们还要认识到 我们是多么的软弱 但是我们要始终保持着对神这种正确的态度 看重神 爱神 追求神 让我们不断地保持这样的态度 跟随主 上帝就会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他 并且不断地得到属天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等候神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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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